我那時候參加的是籃球的比賽 然後在過程中跟對方的選手碰撞 導致我膝蓋的韌帶斷裂 然後我就送醫院去動手術嘛 就縫了八針 我有持續的半年拿了拐杖 那一陣子非常痛苦 連球都不能打 我其實半年還是有一直在復健 但我還是覺得我的膝蓋無法彎曲 酸痛 這是我覺得非常痛苦的地方 我的營養師推薦我喝那個鴕鳥精濃縮飲 他是說一天一職啦 可是我自己是一天喝兩支 然後一個禮拜左右 我發現我的膝蓋已經開始不會卡卡的 也能夠正常彎曲 然後走路也比較不會酸痛 我覺得蠻厲害 現在真的超開心的 打籃球一點問題都沒有 剪陀關鍵金翠宇讚